五件新闻首先看看财经的消息 美股三大指数8日涨跌互见 在平盘附近上下波动 因强劲的就业报告虽然稍微减弱联准会 明年降息的预期 却也显示美国经纪人保有任性 有望实现Fed所谓的软着陆局面 美国11月非农就业报告比预期强 凸显劳动市场仍强而有力 由此可见 金融市场预期联准会明年3月将启动降息 实在言之过早 美国劳工部8日公布 美国11月非农就业人口增加19.9万人 高于路透访调经济学家预估的新增18万人 但主因是汽车工人结束罢工 重返工作岗位所至 失业率从10月触及的两年高点3.9%降到3.7% 是7月来最低 反映更多人加入劳动力 经济学家原先预估可能持平在3.9% 平均时新月比增幅为0.4% 比10月的0.2%升幅加速也略高于经济学家预期的0.2% 年比增幅4.0% 则符合预期 最新就业报告出炉后 经济学家大多认为 11月就业人数扩增 早在意料之中 主要反映全国性罢工落幕 不至于促使联邦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下周升息 接着是前总统川普入禀联邦上诉法院 以自己身为总统享有形式豁免权为由 要求法庭终止司法部的选举争议案 律师形容 案件继续推进将让川普和国家都面对政治成本 团队必要时更会要求最高法院仲裁 川普的律师团队7日向首都华盛顿的联邦巡回上诉庭递交文件 要求推翻下级法院早前的决定 在该次裁决中 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楚特坎表示 川普就算2020年大选时身为总统 但不能享有全面形式豁免权 仍需因为选举争议以及国会骚乱而受审 对此川普的律师团队表示 这次上诉只是第一步 若有需要还会入禀最高法院 又要求上诉期间暂停楚特坎主审案件的资格 甚至无法处理预审动议 控辩双方交换证据 委派专家证人做工日期等其他事项 根据原本的时间表 司法部的选举争议案暂定明年3月4日开庭 陪审员也开始陆续收到通知 假如上诉庭或者高院受理川普的挑战 并且导致程序暂停的话 将会严重影响日程 另外众议院7日宣布 将对哈佛大学 宾州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展开调查 了解各院校是否纵容反游行 三所大学的校长近日在国会做工引发风波 其中宾大面对的反弹尤其严重 不但有人要求其校长辞职 更有金融投资者威胁撤回1亿元捐款 华尔街日报报道 众院教育和劳动力委员会7日表示 将向三家大学索取学校政策 纪律档案等文件 委员会的共和党籍主席福克斯形容 针对犹太族裔的攻击不止来自这三家学府 其他大学也应面对调查 委员会不会忽视 目前滨大还没有回应 麻省理工则表示 校方反对任何形式的反犹太主义 将会配合委员会 校董会同时强调 认同校长科恩布鲁斯在解决反犹问题的表现 哈佛也称 在领导曾关注下 校内打击反犹太主义的工作 正取得进展 校方期待与委员会分享各种详情 接着多名消息人士透露 乔治亚州富尔顿县检方已在选举争议案中 将前副总统彭斯列为证人 开庭后可能传召他出庭 由于彭斯在2020年选举至2021年1月国会骚乱期间扮演关键角色 外界关注他会否做工 以及在供词中是否会披露重大内情 来自媒体的报道 虽然富尔顿县检方至今将证人名单保密 但不同消息人士证实 150名控方证人中包括彭斯 值得注意的是彭斯早前曾经承诺 若有联邦案件需要他作证 他愿意遵守法律配合 但这次案件来自乔州 因此他仍有拒绝空间 截至发稿时 彭斯的发言人和富尔顿县检方均拒绝回应 前总统特朗普因为2020年大选争议 以及2021年国会骚乱 正同时面对司法部和乔州的形势检控 彭斯已在司法部的案件中接受联邦大陪审团问话 但尚未牵涉乔州的案件 下面民主党正式提名前众议员索奇 竟逐共和党籍前联邦众议员桑托斯 因丑闻被逐后腾出的席位 索奇以往也曾代表长岛选区 但因后投入州长选举而离开国会 民主党纳苏县分部主席雅各布斯 以及皇后县分部主席兼现任 众议员米克斯7日投票后 共同发表联合声明 形容索奇 有努力为选民抗争的记录 致力维护长岛及皇后屈服制 并环绕国民面对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因此能够升任议员职位 索奇曾经三届代表长岛 去年离开国会参选纽约州长 但在民主党内的初选阶段 败给现任州长胡楚 本身在党内有一定知名度 出现几乎毫无限念 而他早前与胡楚会面后 也兵事前嫌 夺得提名后得到对方祝贺 最后是来自德州的消息 一名德州法官7日颁布临时禁制令 准许一名胎儿被诊断 有致命疾病的孕妇在德州堕胎 来自德州达拉斯地区 已生养两个孩子的31岁母亲 考克斯向法院请求颁布临时禁制令 据信这是自联邦最高法院去年 推翻罗伊对韦德案以来 首次有女性要求法院批准堕胎 身为民主党人的德州地区法官 甘布尔颁布临时禁制令 阻止德州对考克斯施加堕胎禁令 为其14天 不过 此禁制令仅适用于考克斯及其律师 在谈及此禁制令可能引发更广泛影响后 甘布尔称 许多寻求堕胎的女性因此而求助于法院 是行不通的 德州总检察长 共和党人帕克斯顿事后发表的声明 虽未说是否提出上诉 不过他在给休斯顿三家医院的信中警告说 如果考克斯的医生提供堕胎服务的话 依然可能需承担法律后果 这就是带给大家今天我们的五节新闻 也谢谢朋友们的收听了 稍微休息一会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